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大家 今天的朋友来到了一家 他一直非常想去的博物馆 哇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他们居然在installing ok it's not open to public so we cannot go in um yeah 所以后面就在外面逛一逛 好在周边的风景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就算他闭馆 其实也是有非常多人在外面拍照 看起来是非常popular的 从美术馆出来呢 我们就去了一家 我朋友早早看好的 非常可爱的coffee shop 他这家特色在于不仅会卖一些日式的饮品 他还卖一些他们自己家做的饭团 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好吃 可惜我的肚子已经被下雨顿饭预约了 然后逛着逛着就走到了一些二手店 我记得以前brooklyn的二手店是非常好逛的 他们通常会有一些物美价廉 但是却非常特别的款式 可是现在一家平平无奇的店 随便捞一件衣服都要六十多刀 然后只要稍微看起来有一丢丢设计感的 这个耳环啊都要两百刀往上 我靠你是金子做的吗 并不是啊 它只是一些玻璃或者是一些铁而已 在我刚来纽约的时候 和我朋友一起发现了这一家店 我们一致认为是既美味 然后价格又公道 非常非常良心的一家店 可是这次居然大失所望 它甚至出现了严重后不对板的情况 就是这个猪脚饭 我进去的时候 哇看到这个菜单就一眼相撞 觉得一定非常香就点了嘛 拿上来我完全就是震惊的 就是这是那个图片上的东西吗 而且它味道也是有点寡淡 嗯就是说非常的一般 唯有这个金边粉 还是保留了以前的水准和分量 可是也不是那么好吃的 嗯不会再来了 有点可惜 周二的晚上和朋友 约了去他们家吃饭 然后我决定说带一个 自己做的新研发的 这个小凉菜去 嗯由于这个菜呢 是需要腌制一段时间 才会更美味 所以我就在上班之前 大早上呢哈 在吃早饭之前 就把这个菜开始做了 所需要的原菜 非常简单 就是番茄跟黄瓜 但是这次买到的都是jumbo版本 就是如果用小黄瓜跟小番茄的话 是会更加美味的 然后这个黄瓜实在太大了 就是导致它口感不是很好 我想把外面那层削掉一点 在演示这个削皮器的新技能的时候 呃就挂彩了 不是网上有个trick 就是说削皮器其实来回都可以削的嘛 呃还是不要吧 这个比较容易受伤 ok生残之间继续完成这道菜 就是把所有东西切丁切块之后呢 就放在一起 到这时候我发现我的原本的容器不够大 我就换了一个新的 呃 它的灵魂小料汁呢 就是这个日本的浅字 以及白醋 然后放上一些泡菜和韩式辣椒酱进行一个提味 呃 充分搅拌均匀 如果家里有芝麻粉的话 可以浇上一点会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就让它待在冰箱里一会就好了 嗯 一般如果是晚上吃的话 是早上腌就好了 然后我的早餐就是剩余的一些边角料 以及我挂彩得来的黄瓜丝 我们就加了一些正常我平时爱吃的沙拉酱 非常非常的美味 嗯 嗯 啊打勾完之后一下班了 现在准备去洗茶给我的朋友买一些喝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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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抵达他的家 哇 就是下班回家 有一桌这么丰盛的菜 都是自己家做的 然后在等待着你那种幸福感 我相信是每一个打购人都会懂的 你们俩喝点 哦 哦 谢谢 谢谢 这边又上了一盘这个酱的猪饺 好香啊 这个好像是他们在H-Mart买的 非常非常好吃 我吃一口 还有啊 我吃多一点米 今天中午准备糊弄一顿 就近吃了一家披萨店 买了一块披萨 这个关于吃披萨的画面有点丢失了 不过没事 晚上才是我们的重磅嘉宾 虽然痛失我的泰式白月光菜哈 但是这一家就是我的新进白月光了 你看走一个来一个嘛 对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生烟 它这个虾非常新鲜 软软糯糯 还带一点甜甜的后味 然后配合它这个非常泰式清爽的酱汁 哇 简直就是一道超级到位的开尾菜 然后这家的papaya salad 从鱼露酸甜 以及这个辣的不拿捏都是刚刚好的 哦 然后有请我们的主菜们 这道宽边河粉是我清点的 你看这个拉断的这个撕扯感 弹弹糯糯 然后带点焦焦的锅器 这个是他们的lava fried rice 翻一过来可以说是鸡蛋瀑布炒饭 然后上面是蟹肉 我靠这一口下去 就是又是那种可以继续当牛做马 一百年的动力就有了 就是我觉得这家店所有菜的这个度拿捏的都很好 然后这个炒盒粉蘸一下咖喱酸也是巨好吃 瞬间变为一道新菜 然后毫不夸张 就是我们三个人大概在二十分钟以内就把所有东西都给光拍了 这个是史无前例的速度你知道吗 就是太好吃了 我们每个人都在惊叹说哇怎么怎么这么绝 OK昨天吃了非常的丰盛 那今天就简单一点 I got the hot go 哈狗 是不是怎么说的广东话 它这个距离超级大一个 味道上来说就是鸡腿肉版的叉烧 中午是吃剩下这些 我晚上就是继续把这些东西消灭 alright today is friday 一路上拎着他回家就超级超级激动 就想着我怀里还有一个尊贵的三明治宝宝 一口下去是可以说惊艳的程度 两个面包片非常的松软 一下子梦回日本的便利店 但是比便利店做的还好吃 它当中除了一大块炸虾饼以及脆脆的包菜丝以外 还夹了土豆泥和鸡蛋沙拉 你能想象吗 就是绝了 这个搭配五分钟以内就消灭了 周五的晚上保留节目就是给自己做一顿自己喜欢的小菜 夏天又不是很想吃非常油腻厚重的食物 今天就来两个非常简单的小凉菜 一个是菠菜拌粉丝 另外一个是Tamachica Patro 这个中式沙拉凉拌菜就非常简单 反正就是有什么加什么 但是我推荐加一些脆脆的蔬菜进去 比如就是这个芹菜啊 或者是用锅笋也可以 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 还可以加一些豆干丝 就是Capacho 其实就是Fashimi片 加上洋葱冰或者洋葱丝 然后加一些葱花和小料 就是这样 我自己吃的话 我就没有切那么细 如果你们想要摆盘好看一点的 就是切细点就好了 包括我觉得其实 敷一点的洋葱口感会更脆些 这是我第一次自己片生一片 所以第一刀下去发现 诶不对 这个应该不能顺着纹理切 摆盘的时候把丑丑那块垫在下面 那里还翻出来了 之前买的梅子酱 我一丝一丝加了一点 后面发现其实不加更好吃 因为这个有点咸 所以这次我做的不同 就是除了基本的材料 我还加了这个橄榄菜 我觉得挺香的 然后最后呢 加一些芝麻点缀 好吃 哇 好吃 嗯 好了 这就是我一周的吃喝 谢谢你看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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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